辽阅三番战裁判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吹出来的哨子 而是有些犯规他没有吹出来 双方判法尺都不同 甚至存在明星哨 让我们一个个来看 第一个有正义的判法 就应该是莫兰德对沃特斯这次犯规了 首先莫兰德阻挡没问题 但是阻挡之后呢 沃特斯直接加毙莫兰德 沃特斯手是弯曲的 你让莫兰德怎么把胳膊拿出来 换一个角度看 你就是犯规之后 你夹住了莫兰德的胳膊 你想飞了他吗 开之后莫兰德手惯性的张开 然后你摔倒 其实到这里还没有引发冲突 真正引发冲突是 沃特斯倒地之后推了莫兰德 杜知道习惯性的要围体犯规 虽然这次裁判只给了普通犯规 但是杜知道给他深深留下了印象 整个第一节的判法随后变得非常偏向广东队 0比12啊 要么你以为当年的裁判报告为什么消失了 第一节我认为最离谱的当属这次 马上突破杜润旺给掩护 看看他现在脚站的位置 现在不仅向前移动了一大步 而且攻着步手还推着二哥 最后裁判吹了李小旭的阻挡犯规 这是他第一节第三次犯规 解说都看不下去了 这个球吹了刘彦宇的移动掩护 我觉得没问题 身腿扩大防守面积 但是同样的动作 徐欣身腿扩大防守面积 同时有个送肩的动作 但是吹了张俊豪的防守犯规 我只能解释为裁判尺度不一和明星哨的 是杜润旺的移动掩护 先是当初富豪 看他的位置 刘彦宇制造了投篮空间 张霍家这个球明显双腿起跳 身体前倾碰到了张震宁 也就是这个三分进了 否则我估计裁判会补追一个犯规 但是你不能说按照近没进来吹呀 沃特斯和张俊豪这个球 首先在征奖篮板的时候 沃特斯已经手推了一下张俊豪 双方开始有了摩擦 转身之后 沃特斯又拿手推张俊豪 张俊豪也没怂 一下把手打开了 随后张俊豪想制造沃特斯进攻犯规 就在沃特斯撞上张俊豪的一瞬间 他的右肘抬得起来 想击打张俊豪的后脑 结果被张俊豪一下闪开了 裁判却看在了眼底 果断吹罚了维提犯规 任君飞封盖莫兰德这个球 任君飞不犯规 但是身后的周旗 又拉又拽 明显妨碍了莫兰德的起跳 这个球周旗犯规了 约飞的移动掩护 一点不逊于杜人望 看看雷炫 两张图 他的位置变化 又给沃特斯制造了投篮空间 然后这个在裁判 眼皮子底下的范围 也没有吹出来 这个球 手部肯定没有接触 腿部从周旗 起跳到下落 方向都没有改变 这个球吹犯规 只能说是明星哨了 马上 电张俊豪这一下 到底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 裁判判 媒体犯规 到底是根据过程 富豪太冤枉了 他也是个连带动作 广东连一次 罚球的代价都没有付出 就让当场发挥很好 张俊豪再也无法登场了 这比沃特斯高名多了 不如忘得又一次移动掩护 真的说累了 裁判还是没有追 这就是变相的鼓励 半场结束前 最后一次进攻 富豪单打周旗 我们看看周旗现在站的位置 再看看这里 明天有个A点到B点的移动 应该是一个阻挡范围 但是裁判没有追 这赛地对周旗的明星哨 实在是太多了 又是裁判眼皮子底下的 一次移动掩护 网友牺牲 这不是助绕其忙 这是KTV的旋转门 张震宁错位单打张文艺 张文艺只能连拉带拽带爆 然后两位裁判都看不到 吹不出来犯规 如果你觉得这个犯规 轻微裁判没有必要追 那我们来看下一次 李小旭的第四犯 没有用手没有用脚 一直滑步跟着胡明轩到了底线 结果裁判催了阻挡 如果你硬扣裁判规则 这可能是个犯规 但是双方是在同一尺度下吗 小旭这个犯规次数 对要控制 李虎逸这次被垫脚 在抢了慢球的时候 肩膀就被任俊飞压着 是不是故意的 只有实践管理大师知道 但是任俊飞明显的犯规 裁判也没有吹出来 脚步将近90度弯折 这球就有气了 最后李虎逸不仅回归了赛场 并用经验的表现 帮助两队赢下了比赛 张震宁想要隔扣张明池这一下 居然有人说 坚信进攻犯规了 你咋想的 先来看张明池圈里起跳 起跳后手臂并不是直上直下的 然后手臂有个明显的接触 你怎么说这不是犯规呢 只能说裁判对广东尺度 实在是太松了 对比莫兰德对周琦 那一下的犯规 只能说双方尺度实在不一样 于自曾自此快攻可扣 胡明轩我认为裁判不吹 是有道理的 直上直下手臂吹直 福格防沃子斯这个球 跟上半场张浩佳 黄张立里那个球很像 都是身体贤轻身体有接触 吹了也没问题 都属于漏哨的 杜人望志众移动掩护 裁判要惯到什么时候 先推福格 再推李小旭 用一句老艺术家的话说 你得国际赛场 你怎么不敢这么干 于自神对马上这个球 有个轻微的接触 裁判就吹犯规了 是的 每一次接触 硬扣规则肯定能扣出来犯规 但是你要对多少次被打手 被电脚你都不吹 再怎么吹 他也不能是个二加一 明显于自神仙盖到了帽 然后碰到了篮板 张明迟这个批刹 扩大防守面积的动作 是失成苏伪吗 这个球没有吹 移动掩护犯规 是因为赵纪尾 不会摔出去那一下吗 两队的孩子 是不是太实诚了 这种旋转门式的移动掩护 也希望早日出现在国际赛上 当然还得裁判配合 不吹犯规 这个球不仅没有吹出来 任军飞的打手 还吹了孟兰德走步 只能用解说的话来听一听吧 别说是012了 对于杜仁望的移动掩护 我只能说裁判已经适应了 广东的尺度 没办法再吹了 富豪这次走步为例非常有意思 可以先看才没下球的时候 杜仁望已经阻挡了 中场裁判先想的哨 应该看的是手掌向上 然后我们的杨洪峰老师 后想哨向上举拳 结合赵纪远动作 让杨洪峰老师看向中场的裁判 明显两边吹法是不一致的 但最后以后判法的杨洪峰老师 为最终判法 因为他是第一裁判 可这个球就是杜仁望先阻挡了 你说裁判了 我都快接受杜仁望的移动掩护了 要么你能有什么办法 让裁判去适应球员的尺度 还是犯规的尺度 杜仁望夹着莫兰德的胳膊去抢篮板 然后还旋转身体 你是想废了他 最后裁判还吹的是莫兰德犯规 用解说来的话说 说老实话 这枪吹白的犯规 我是没看明白 两队的后卫 这是一个都不打算放过 这种明显的踩踏 是不是故意的 我们放到一边 他不是犯规吗 三个后卫 三次脚受伤 没有一个是犯规 上次没有成功 这次又只差了一点点 一次明显的阻挡 还是不吹 这场比赛最大的问题 就尺度不一致 先撞富豪 再拉张震林 光是移动掩护的犯规 就可以让杜仁望泛板发下了 这个球 李虎一和福格 哪个手不支 按在球上了 杜仁望 任俊飞 张明驰 哪个移动掩护 不比二哥这次明显 怎么 是因为我们球员 都是有身体接触 裁判放过去 周琪为了把比赛停下来 一次对人不对球的犯规 这个赛季 裁判对周琪的保护过度了 这个球 我认为正义的焦点 主要是在沃特斯是否合球 如果还是 在这个位置 没有合球的时候犯规 那么他就不是散发 如果是合球之后 吹的犯规 那不论赵纪伟还是张震林 那就是个发球犯规 可是这场比赛 福格业多次运用了 这种造犯规的方法 裁判你没给呀 这场比赛裁判不仅有误判 但更多的错误 出现在了没有假照的犯规上 比如广东的移动掩护 和双方的派罚尺度不一样 对沃特斯这样的球员 裁判应该收紧尺度 击打球员头部 尤其后脑 应该直接夺权处理 裁判也要提高派罚水平 这个联赛要好 需要多方一起努力